对于王思聪来说,曾经因为是首富之子,又因为喜欢发表一些言论,从而未受大家的关注。 不过,其身边由于网红女友不断,同样引起大家的热议。 这段时间,王思聪也是变得低调了,据说,王思聪老爸王建林如今成为了首富,也就说负债不少。 有消息称,王建林的万达负债4000多亿,但在房地产行业中负债不等于借债,王建林也曾说万达不缺钱,客进即便是首富也和普通商人不一样。 最近,有网友在某酒吧偶遇王思聪林更新,当然身边也选不了有美女香陪了。 据说王思聪是一晚上开三个台,眼睛都不眨的消费了150万元,真正是大手笔,让人惊讶。 也有网友称林更新在芒果台参加节目,也没有看到林更新,所以这是造谣。 但正如一些网友所说,王思聪和林更新关系好时有目更睹,一度有流水的网红铁打的林更新一说,况且两人在一起,不一定就是只昨晚,王思聪一晚上消费150万元,的确让一般人是难以想象。 估计也只有超级富二代王思聪才能做出来了,因此不少网友称这150万元,就像咱们的150元,对王思聪来说也太正常了。 这段时间虽然娱乐圈发生了不少事情,也引起了一些风波,但王思聪似乎不再是西域的娱乐圈季节尾了,也变得低调很多,如果关心娱乐圈也只是和自己公司有关的事情或议人。